女大学生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漫画之中 依稀记得昨天晚上在客厅熬夜看漫画 自己最喜欢的漫画主角居然死了 忍不住愤怒化身见盘侠,狂喷了一顿作者 没想到今天就变成漫画女主角 心不惊喜一不意外,女孩决定去阻止漫画男主被杀的结局 没走几步肚子就咕咕叫,感觉好久没吃东西了 在漫画中这句身体叫陆明燕 是陆家身份地位最低等的庶女 正在此时,不远处飘来一阵香味 小傻子你还没饿死,听说你五天没吃饭 一女孩又带着丫鬟来欺负明燕 这个长着一脸麻子的女孩叫陆月清 是陆家嫡女,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明燕 丫鬟将饭盒打开,里面是香喷喷的包子 明燕继续装傻,漫画中自己就是一个傻子 伸手就要去抓包子 万万没想到陆月清将饭盒第二层打开 里面装的却是散发饿臭味的馒头 陆月清哈哈大笑,让明燕赶紧吃 按照以往的剧情,明燕会直接把臭馒头往嘴巴塞 但现在不同了,明燕是一个聪明的现代人 抓起馒头用力砸中陆月清脑袋 还一边傻笑大包子 硬硬,陆月清坐在地上嗷嗷大哭 自己居然被傻子打了 丫鬟惊得冒汗,提醒他额头肿起大包 这还不算完,明燕捡起地上的臭馒头 强行塞进他嘴巴,装傻子哈哈大笑 别哭别哭,给你吃包包 恶心死我了 陆月清将明燕推开 被丫鬟抱走准备去看医生 叫嚣让明燕等着 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 明燕不屑地摸了摸鼻子 自己现在不是好欺负的 我是傻子我怕谁 捡起地上的好包子就吃了起来 肚子饿吃什么都像 这是一条狗对着他摇尾巴 明燕认出这是安安 在漫画中是明燕捡回来的小狗 一人一狗感情很深 可惜在后面被陆月清丢进水里淹死 但现在自己来了 就一定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小姐你没事吧 一丫鬟焦急地跑来 丫鬟名叫阿宇 是明燕的贴身侍女 陆家唯一对明燕好的人 得知明燕将陆月清弄哭 阿宇也很担心他母亲报复 果然说曹操曹操道 两人一狗还没离开 就被陆月清和他母亲挡住去路 母亲是陆家大夫人 在陆家嚣张拔护惯了 没想到还有人敢打自己亲女儿 陆月清眼泪汪汪地告状 自己好心给妹妹肉包吃还被打 肉包子打狗狗 明燕继续装傻调侃 看得陆月清顿时期不打一处来 这个臭傻子还敢骂自己 大夫人立即下令 让手下将明燕重打五十大板 阿宇见状立即跪在地上求情 是自己没有管教好明燕 要打就打我吧 大夫人怎么可能将一个烟放看在眼里 一脚把阿宇踹开 几名男家丁立即冲上前 准备抓住明燕施展酷刑 阿宇紧紧将明燕抱在怀里 一大一小两个女孩根本不是对手 女主明燕该如何度过这个难关 女大学生穿越成漫画中的女主 刚刚教训了前来欺负自己的大小姐 没想到十分钟不到 就带着她母亲来报仇 阿宇紧紧将女主明燕抱在怀里 不想她受到伤害 可一个女人的力气毕竟有限 被男家丁拽着头发脱开 明燕见他们这样欺负自己的侍女 终于不再隐藏 右手冒出火焰 打算给他们一点教训 母女二人看见火都吓了一跳 意识到这是圣兽之力 在这个世界有五大圣兽 水龙火凤风铃金虎玄武 掌控金木水火土五行力量 大夫人见明燕觉醒了火风之力 立即下令把她抓去水牢 男家丁得到命令不知死活冲了上去 明燕毫不犹豫地释放手中的火球 短短三秒钟 家丁就被烧到外焦里嫩浑身冒烟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陆月倾下地流鼻涕 母女俩手牵着手拔腿就跑 被明燕施展的火墙挡住去路 指着墙角的狗洞 让二人从这下面钻出去 不赃狗洞就留下来当烤乳猪 陆月倾个子小很快就出去 然而轮到大夫人就猛逼了 被狗洞卡住屁股 让女儿在外面拼命地拉扯也没用 明燕露出姨妈笑 让大黄安安去帮一把大夫人 安安张开三十七颗大钢牙 一口咬在她屁股上 大夫人发出悲痛欲绝的惨叫 疼死老娘了 捂住屁股就准备去告状 让陆家家主来收拾明燕 阿宇这才意识到明燕是在装傻 可是被大夫人知道拥有火风之力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全国都在搜寻 有圣兽之力的孩子 皇上把魔精放入这些孩子体内做实验 大多数人都承受不住力量死亡 少有人能够成功 成功了也只能成为国家操控的大杀器 在之前的漫画中 陆家家主发现明燕拥有火风之力 把他卖给了朝廷 十年后明燕熬过了魔精实验 成为宣国的大杀器征战四方 这就是原主明燕悲惨的一生 这个时候家主应该来抓自己了 明燕立即决定逃离这里 顺带和阿宇一起离开 两人的目的地是国都 拿着一个背包就踏上了行程 另外一边 陆家家主路伯照也得知明燕是圣兽之体 立即下令派人去把明燕抓住 准备去卖个好价钱 独眼龙领着一群家丁地毯式搜索 在树枝上发现明燕挂在树枝的碎部 将碎部取下 放在猎狗鼻子下闻了闻 猎狗立即朝着明燕离开的路线追去 狠开就将明燕和阿宇拦住 呲牙咧嘴 明燕动一下他们就敢扑上去撕咬 没多久独眼龙带着家丁也赶了过来 没有过多废话 上来就想抓明燕去领赏 阿宇掏出刀对准独眼龙 解释自己二人打死不回陆家 可他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是对手 被光头一把抓住手腕 随手一拳阿宇就倒在地上吐血不止 让明燕乖乖和自己回去 别自讨苦吃 这边阿宇一边吐血 一边颤抖地捡起石头 用尽全身的力量向独眼龙砸去 接着抱住大腿 大喊让明燕赶紧跑 独眼龙一拳一拳等在阿宇身上 很快阿宇就重伤五官流血 但还是警报大腿不松手 独眼龙还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人 抽出匕首就朝阿宇次来 忠心的阿宇要领盒饭了吗 现代女孩穿越成漫画世界女主 刚刚教训了反派恶毒魔女 让他们钻狗洞 但自己也暴露身份 明燕只好带着丫鬟阿宇一起跑路 无奈还是被陆府的打手拦住 阿宇为了拖住敌人 被打成蹊跷流血 明燕悲痛欲绝 再次觉醒火风之力 准备杀了这群助纣为虐的坏蛋 可惜她的大招启动时间太长 身后一人拿着木棍靠近 当得一声打中脑袋 人瘫倒在地被加钉踩在脚下 爬向阿宇查看情况 无奈阿宇已经没了呼吸 独眼龙一把揪住明燕头发 让她乖乖回陆家 回应光头的只有明燕的口水 愤怒的独眼龙掐住明燕脖子高高举起 掏出木棍就要动手 明燕庶女的身份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剑射穿独眼龙的左手 独眼龙吃痛捂住伤口 大声叫嚣是谁放的剑 给老子站出来 一气雨炫耀的男子骑马走了过来 左手拿着弓箭 楚沛大人 自己没做梦吧 明燕一眼就认出 她是自己喜欢的漫画主角 这边独眼龙咬牙将箭头拔出 让手下将楚沛打死 护卫拿着匕首就朝楚沛冲来 楚沛拔刀在人群中闪过 宛如一道闪电 所有人都领盒饭 真是一群废物 独眼龙不幸邪亲自出手想试试深浅 下一秒衣服被剑气划破 跪在地上磕头饶命 杀这样的人真是脏了自己的剑 楚沛收起宝剑 来到明燕面前 询问需不需要帮助 楚沛大人真的是你吗 这是明燕遇见楚沛的第一句话 楚沛打死也想不到 眼前的女子来自21世纪 正在此事后面的独眼龙抓住机会 不讲武德偷袭楚沛 明燕见状立即催动火凤之力 下一秒光头摸着脑袋痛苦尖叫 头发都烧没了 被楚沛一脚踹飞撞在树上 楚沛还从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鼠辈 准备送她上西天 被明燕喊住 这个混蛋刚刚杀死了阿宇 自己要亲手报仇 这女孩真是有情有意 楚沛想到自己女儿 和她年纪差不多大 也同样拥有圣寿之力 原本以为可以开心地看着女儿长大 可惜皇上的一道圣旨 就把女儿招进皇宫做实验 结果当然不用说 那实验九死一生 这便明燕将火凤之力开到最大 独眼龙在熊熊烈火中化作灰烬 阿宇我给你报仇了 说完话明燕就虚弱地倒下 再次睁开眼已经是三天后 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自己不是应该在森林中吗 这难道是楚沛家里 正在此时旁边传来声音 门口站着两个少年 是漫画中的月升和星木 这可是未来的皇上 没想到还没长大 这么可爱 明燕露出一脸姨妈笑 哥你看这个女人一脸傻笑 该不会是个小傻子吧 两兄弟一致认为明燕是傻子 女孩一觉醒来 穿越成喜欢的漫画女主 还见到了小时候的皇帝 长大后会成为暴君 没想到现在这么小这么可爱 那还不是任由自己调教 明燕的姨妈笑把两人看得冒汗 认为明燕是小傻子 哥哥月升摸着下巴 表示傻子脑袋里会长蘑菇 星木立即掰扯明燕的头发 想看看有没有蘑菇 郁闷的明燕一口咬在她手腕上 等傻佩来到房间 就看见两人插鼻子抓脸的一幕 经过傻佩的调节 两人虽然坐在一起 但还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星木询问父亲 为什么捡一个傻子回家 是不是想当自己的妹妹 自己的妹妹只有阿云一个 阿云正是傻佩过世的女儿 拥有圣受之力 被皇帝弄进宫中 结果死在实验中 虽然皇帝给了很多赏赐 但女儿的牺牲 一直成为傻佩永远的痛 明燕既然来到了这漫画之中 就决定拯救傻佩的痛苦 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就是来当妹妹的 指着傻佩让她当自己父亲 自己就想当傻佩的女儿 这一刻明燕和阿云的身形重叠 仿俗变成了一个人 把傻佩逗得哈哈大笑 有这样一个女儿也不错 星木听了立即反对 自己不要傻子当妹妹 傻佩打断她的话 决定带三人去郊游 来到阿云的坟前 傻佩之前让人把阿云埋在这里 明燕哭得稀里哗啦 如果自己的胜兽之力再强一点 阿云就不会死了 都是自己害了阿云 明燕很自责 傻佩一把将明燕抱在怀里 像父亲一样开导女儿 看得星木很是不爽 自己哭的时候父亲都没有抱自己 安慰好了明燕 傻佩就独自一人去女儿的坟墓 傻佩刚离开 星木又开始戏弄明燕 傻子小短腿来追我呀 我一只脚袍你也抓不到我 你刚刚哭得真难看 还没隔壁老王家的臭橘猫漂亮 明燕大叫着追了上来 星木还是不停地回头调侃 追不到我气死你 不料下一秒悲剧发生 顺着斜坡滚入山崖 后面的明燕也没杀住车 追着星木而来 星木滚了几百圈终于落地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还没来得及起身 就被明燕击中 两人头顶顿时肿起馒头大的包 还真是祸不担心 头痛还没好 就被两个凶神恶煞的土匪盯上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在 黄毛背了一段经典的台词 让明燕和星木很尴尬 但也明白自己遇见打劫的了 两名土匪看清是两个小屁骸 没有油水原本想放人离开 脑子抽筋的星木却是张口大喊 自己是晋王府二公子 你们两个小贼好大的胆 原来是王爷的儿子 这下发财了 两名土匪激动得差点流口水 熊孩子在山上追逐打闹 眼睛不看路纷纷滚下悬崖 遇到两个身材魁梧的土匪拦路打劫 土匪见猎物是两个小屁骸 本来打算放掉 万万没想到熊孩子跃升脑子抽筋 大声叫嚣自己是王爷的儿子 两个小土匪见到自己 还不乖乖跪下磕头 结果被土匪绑住手脚 像扛小猪一样扛走 女主明夜情急之下想施展火凤之力 可惜启动时间太长 被土匪一棍子敲晕 两人被扔到一处山洞 这里正是山贼的老巢 山贼首领名叫六爷 是这方圆石里的土匪老大 听见两个小弟前来报喜 说绑来了王爷的儿子 老六爷是吓得冒汗 自己这两个小弟是吃了豹子胆吗 为了维持自己老大的威严 装作满不在乎的哈哈大笑 表示绑得好这下发财了 手下纷纷振臂高呼 做着发财的美梦 明夜也想起这个山贼老大 漫画中名字叫王谷六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 你们这群神经病快放了我 不然我叫父亲把你们抓起来 月声张口大叫 换来的就是重重一巴掌 臭小子给我闭嘴 来到我的地盘还敢威胁 你居然敢打我 我父亲都没有打过我 熊孩子哇哇大哭 老六摸着头调侃 询问手下殴打皇亲国欺什么罪 黄毛满不在乎 解释按照法律死罪一条 要么发财要么死 老六让黄毛剁月声一根手指 快递给王府 要是不给钱就再剁一只手 月声这下是真的被吓哭了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 手被死死按在地上 黄毛掏出匕首就准备切下手指 这是明夜一脸笑意地询问老六 打算管王爷要多少钱 老六张开手掌 一脸兴奋地说要五百万 明夜听了哈哈大笑 解释王爷宝库中的随便一颗宝石 都不止五百万 难道你见过王爷的宝库 老六没想到明夜年纪轻轻 说话却像一个大人 黄毛也不认识明夜 表示顺手就绑回来了 明夜解释自己知道王府宝库位置 可以带他们去偷宝贝 老六询问有什么计划 让手下给明夜松绑 明夜说出自己想法 用月声调虎离山 取下月声的玉佩交给王爷 把王爷引走 自己等人再趁虚而入 老六听了激动地拍手叫好 留下两名手下看住月声 其他人全部去搬宝贝 明夜带着一群土匪走秘密小道 道路的尽头正是储佩王爷 此时储佩还在女儿坟前倾诉 一行人也都看见不远处的王爷 明夜见时机已到 立即施展火凤之力 将土匪弄得狼狈不堪 自己迈开小短腿朝王爷跑去 这小鬼头居然敢耍自己 老六拔出祖传的佩剑 一个飞跃横跨上百米 下一秒就要追上明夜 女主会有危险吗 穿越女主和熊孩子被抓进土匪窝 土匪很凶残 要割掉熊孩子的手指 去向王爷要赎金 女主明夜一顿忽悠 表示自己在山上发现了一座宝藏 领着这群土匪就来挖宝贝 前面当然没有宝贝 只有王爷和坟墓 王爷见明夜被土匪绑架 提着刀就飞扑上来 和山贼首领瞬间交手 地动山摇像是发生核爆炸 山洞内月声还在被土匪欺负 大胡子和黄毛胆子很大 欺负王爷的儿子让他们很有快感 两位朋友 我弟弟很好玩吗 星木拿着剑走了进来 看来又是一只值钱的匪羊 两土匪兴奋地朝星木冲来 下一秒画风突变 星木指着地上的一张银票 询问是谁丢的 黄毛和大胡子为了银票大打出手 十分钟后 两人筋疲力竭倒在地上 月声被救下 询问哥哥怎么知道自己在煽动的 星木拿出一根树枝 表示自己跟着记号找过来的 树枝被烧黑 只有明夜的火凤之力能做到 月声不相信明夜有那么好心 他都带着土匪去找父亲了 自己要赶紧去救父亲 不得不说月声人傻心却不坏 星木一把拉住弟弟的手 父亲可是大宣国杀神 这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画面回到王爷这边 尸横遍野土匪死了一地 自己这么多小弟居然打不过一个 首领老六气急败坏 现在轮到你来受死了 阴阳人 王爷见知老六 阴阳人你居然敢叫我阴阳人 老六把刀冲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一道寒光闪过 王爷来到老六身后 老六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口 项链坠落鲜血喷涌而出 扑通一声倒在草地 一带山贼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王爷蹲下身子 询问明夜有没有被山贼伤到 明夜扒了王爷的手 解释月声还在他们手上 儿子也被抓了 王爷让明夜待这里别动 自己去救月声 父亲父亲 星木和月声两兄弟跑了回来 月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明夜一脸关心 却被这熊孩子嫌弃地推开 还告状势明夜害自己被抓 让明夜气不打一出来 明明是这批孩子自爆家门 才让两人被土匪绑架 你就是骗子笨蛋 两人开启吵架模式 这时星木拿出记号纸条 解释自己根据这个找到的土匪屋 王爷看着被烧过的纸条 一下就明白是明夜做的记号 将两个吵架的孩子拉开 天黑该回家吃饭了 鲍鱼龙虾炖蘑菇 菜品很丰富 月声将好菜都往自己面前端 还抱着烤鸡不给明夜吃 让明夜看不下去 一对欢喜冤架在桌上又吵了起来 星木却看得很开心 自从亲妹妹阿云过世后 家里就从没这么热闹过 王爷若有所思 有这样一个女儿还真不错 立即拍手让打闹的二人停下 让明夜做自己女儿 跟随自己姓陈 明夜兴奋地手舞足蹈 自己终于要成为储佩大人的女儿了 月声听了立即反对 自己不要傻子当妹妹 下一秒被明夜用鸡腿塞住嘴巴 小孩子多吃点才能长高 女主终于成为储佩的女儿 她在如何改写王爷被杀的结局 女孩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漫画男主死了 伤心难过将漫画作者臭骂一顿 没想到一觉醒来居然穿越了 还被漫画男主收养成女儿 伸出手指算了算 自己父亲还有十年就会被皇帝杀害 十年后 宁王陈辉明狗屎运当上了大宣国皇帝 为人暴虐成性滥杀无辜 是名副其实的暴君 自己现在就要找到那个宁王陈辉明 阻止他成为暴君 一大清早 父亲楚佩正在交两个哥哥恋剑 其实是想尽快找到小宁王 楚佩想都没想就拒绝 不能再失去一个女儿 明夜拥有圣受之力 被宫里人发现就要抓去做实验 明夜也知道楚佩不让自己进宫的原因 看来只能剧透了 大声解释自己是二十一世纪来的 十年后宁王会成为暴君 必须进宫去阻止他 楚佩和两个哥哥一脸猛逼 这说的是哪国语言 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什么鬼听不明白自己普通话吗 再次解释陈辉明会成为暴君 会下只把我们家都杀了 然而王爷父子还是听不懂 看来这个世界规则不允许剧透 这傻子吃了毒蘑菇会传染 月声将明夜往外推 明夜拼命解释自己没吃毒蘑菇 现在的话就能听懂了 王爷和大哥感到很奇怪 既然剧透这条路行不通 明夜只好抱住楚佩大腿哀求 楚佩的态度还是很坚决 其他事情好说 但进宫不行 没心没肺的月声哈哈大笑 小傻子进不了宫 进不了宫就不能阻止悲剧发生 想到将来发生的事明夜就止不住落泪 把月声急得上蹿吓跳 别哭别哭 哭了就不好玩了 大哥心目贴心地拿来一个包子 明夜满脑子想得进宫的事 哪吃得下东西 月声抢过包子一把塞进明夜嘴里 兄弟俩拉着明夜去逛街市 今晚有庆典活动 大街上灯火通明里花漫天绽放 路边小摊还有烧烤 羊肉串鸡柳香肠应有尽有 把小孩子缠哭 娱乐项目还有小孩子套拳 月声哪里热闹就往哪钻 明夜和大哥心目吃着棉花糖 询问有没有办法进宫 没想到心目表示还真有一个办法 王爷有朋友是开发圣兽之力的术士 通过修炼能够让圣兽之力完美隐藏 比如修炼后可以暗中点亮这个灯笼 而不是直接喷火烧灯笼 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 明夜听完哈哈大笑 终于有办法进宫了 视频看到最后 如果你是女孩子 是喜欢心目这样的暖男 还是乐生那样的 女大学生一觉醒来发现穿越漫画世界 按照剧情发展 十年后宁王陈辉明会成为皇帝 性格凶残喜欢滥杀无辜 自己的家族也会被他处死 可是现在 陈辉明还是一个五岁大的小屁孩 想让他以后变成什么样的皇帝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想到能把暴君教育成自己的小迷地 女主就不由地露出姨妈笑 晚上和哥哥在集市上玩耍 却遇到惊险一幕 一小孩骑着大马在街上横冲直撞 明夜还没发现身后传来的马蹄声 千军一发之际 月生冲上前一把扑倒明夜 才让明夜留下一条命 然而还没等两人回过神 骑马的小孩带着侍卫就上来骂骂咧咧 什么混账东西敢挡自己的路 明夜直皱眉头 认出这个漫画人物 正是五皇子陈月瑞 为人嚣张跋扈 就是他从小霸凌欺负陈辉明 才让陈辉明长大性格扭曲成为暴君 看见本王骑马为什么要拦路 陈月瑞果然像漫画中那么不讲理 明明是你在大街上骑马乱撞 还有没有一点功德心 你居然敢叫本王做事 还不快给本王跪下 陈月瑞和护卫都拿出武器 不要欺负我妹妹 月笙挡在中间 五皇子也认识月笙 楚沛的儿子身份地位也很高 敢欺负我妹妹 有本事单挑 两个熊孩子针尖对卖忙 月笙刚要动手就被护卫分散注意力 结果被五皇子一拳打在脸上 哈哈我赢了 陈月瑞居高临下看着月笙很得意 你耍无赖 月笙刚想打回来就被哥哥拉住 解释自己有办法教训他 来到五皇子面前道歉 要试试自己弟弟妹妹不对 陈月瑞骄傲地向之攻击 带着护卫离开 自己的弟弟妹妹怎么能让人白欺负 星木计谋涌上心头 这边摊位旁 小孩子正围观老爷爷捏唐人 小家伙被人粗鲁地从凳子上拽开 五皇子端着鲍兵来到摊位前 命令摊主老爷爷给他捏一个孙悟空 星木找到其护卫 调虎离山把他引开 月笙也做鬼脸吸引五皇子注意力 丝毫没发现明夜出现在自己身后 将一袋八豆粉撒在鲍兵上 顺带还在凳子上涂了秘制的胶水 看到陷阱已经布置好 月升星木都找个借口离开 五皇子直接坐在凳子上 嘴巴还扒鸡嘴吃着鲍兵 三分钟后 老爷爷将孙悟空捏好 五皇子刚想伸手接住 不料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身体憋得发抖 让护卫赶紧带自己找最近的厕所 站起身凳子也紧紧粘住屁股不松手 快点给我拿开 肚子要憋不住了 五皇子气急败坏 你觉得他会拉在身上吗 熊孩子仗势七人抢小孩子冰淇淋 孩子爸爸找他理论 被他的护卫拔刀吓哭 穿越女主看不下去 在他的冰淇淋上面放八豆 还用五零七胶水刷在凳子上 嚣张跋扈的五皇子果然中招 想上厕所却被凳子死死粘住 五零七的胶水质量真是好 任凭护卫怎么拉扯也不下来 护卫突然灵光一闪 让五皇子把裤子脱了不就行了 五皇子听了勃然大怒 给护卫一个大包 敢让自己在夜市光屁股 情绪一激动 屁股差点没忍住 五皇子紧紧咬住牙齿 让护卫赶紧带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 护卫扛起五皇子就往外面跑去 女主哪能这么简单放他们离开 一个西瓜皮扔在脚下 二人纷纷摔了个狗吃屎 五皇子再也憋不住 哭的一声臭味四处蔓延 拉在身上这下不得不脱裤子 五皇子立即让护卫把裤子给他 两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画面太美不忍之事 女主三人哈哈大笑 终于出了这口恶气 回到家时 王爷已经等候多时 明夜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终于说服王爷带自己去学习圣受之力 第二天一大早 两人来到竹林深处的茅草房 随着房门打开 一银发男子走了出来 隐识徐长庚登场 看见是王爷就想关门送客 却被王爷嬉皮笑脸挡住 明夜通过漫画知道 徐长庚和王爷曾经是军中好友 两人在一起虽然爱打骂 但军中既有情意还是很深的 当得知王爷来找自己 是为了给女儿开发圣受之力 徐长庚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 十年前他就是负责圣受之力实验的人 死在眼前的试验品不计其数 明夜很有耐心 表示今天不答应明天再来 王爷了解自己好友的脾气 说不答应就住这里了 再把星木合月升教过来 在这里盖一栋房子 刚好周围都有竹子 全部砍了大家一人一间房 徐长庚气得脑壳疼 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 只好答应明夜留下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 徐长庚就带着明夜练功 掏出一枚丹药 表示吞下后人会蹊跷流血 很多实验者就是这样死掉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圣受之力开发九死一生 明夜为了能进攻阻止宁王成为暴君 没有丝毫犹豫地吞下了丹药 双腿盘坐进入入定状态 精神进入意识世界 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反而像在云中飞翔 这感觉太舒服了 外界明夜浑身冒出火焰 却连头发也没有烧坏 难道这就传说中的天选之子 徐长庚很是满意 身体和圣受之力亲和度极高 这样的资质万中无一 这个女孩原本是21世纪大学生 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穿越 还穿越到喜欢的漫画世界 成为王爷的养女 根据漫画剧情发展 十年后自己这个王爷父亲就要被杀 杀她的人正是暴君陈辉明 大宣国的皇帝 但现在陈辉明还是一个五岁小屁孩 女主决定进皇宫去把这未来皇帝收服 培养成自己的小迷地 那就可以避免王爷被杀的结局 皇宫的冷宫内 未来的皇帝正在被霸凌 五皇子点燃手中的炮杖 直接往陈辉明身上扔 陈辉明紧紧护住脸 不让炮杖把脸扎伤 陈辉明越躲避 五皇子就越开心 没想到扔出的炮杖被弹回 刚好在五皇子的脑袋上炸开 顿时头发冒烟很狼狈 这可把熊孩子惹怒了 居然还敢躲 让手下按住这个弟弟 自己要狠狠出这口恶气 将陈辉明打得浑身是伤鼻青脸肿 五皇子这才拍拍屁股离开 还表示自己过几天再来玩 陈辉明紧咬牙根 明明都是皇子 自己却要被欺负 今天是端阳庆典 所有皇亲国妻都进宫 向皇上太后祝贺 明夜想起了这段剧情 在漫画中陈辉明 就是在端阳庆典中毒 而凶手正是五皇子的母亲警妃 陈辉明虽然没有毒死 但也受到毒素的影响 让他性情大变 这次端阳庆典中毒事件 也是让他十年后成为暴君的关键 绝对不能让他中毒 明夜决定去救他 桂华宫内院 正在给四个皇子开小灶 丫鬟护卫推着四碗甜汤缓缓走来 明夜也赶到了桂华宫门口 陈辉明就是在这里中毒的 可门口有守卫该怎么进去 看到旁边的大树 明夜立即有了办法 院子里面 护卫将最后一碗甜汤 推到陈辉明面前 警妃心中暗暗得意 这份甜汤已经被他放了毒药 丫鬟也知道里面有毒 端碗食手不停地颤抖 外面明夜已经爬上了树枝 将里面的一切看在眼里 漫画中陈辉明就是喝了这个汤中毒的 立即施展胜兽之力 隔空将那碗甜汤加热 顿石丫鬟手中的碗温度过高变的通红 太套手筐当一声掉在地上四分五裂 狗奴才坏了自己好事 警妃站起身破口大骂 一旁的太后不知道里面有毒药 让人再去端一碗就是 警妃面露失落 这次的毒荒子计划算是搞砸了 树上的明夜高兴得哈哈大笑 胜受之力太好用了 被陈辉明听见声音 两人相隔百米 却都看见了对方 别喝汤 汤里有毒啊 明夜掐脖子表演 陈辉明看得不明所以 他是喉咙不舒服吗 不要吃东西 明夜继续摇头摆手表演 不料动作太大 在尖叫声中从树上坠落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陈辉明还是一脸猛逼 女大学生穿越漫画世界 成为王爷的女儿 看见未来的皇帝又在被人欺负 嚣张的五皇子抓起一只 十天没洗澡的小墙 丢在汤里面让陈辉明喝掉 还让护卫抓住手准备强灌 明夜没想到这五皇子 能坏到这个程度 冲上前装作嘴馋模样 说想喝这碗甜汤 五皇子当然不给 可明夜拉扯 把后面的三人看得一脸猛逼 结果被摔坐在地 那碗甜汤也泼在他身上 两名护卫赶紧跑来 将五皇子扶起 明夜趁机示意陈辉明快跑 然后指着五皇子一脸害怕模样 有一只大黑虫钻进你脖子了 五皇子大惊失色 让护卫给自己找出来 护卫脸貌冷汗 表示要脱衣服 被五皇子一脚踹飞 大路上这么多人看着 自己不要面子的吗 三人慌慌忙忙跑去 请宫找虫子 又救了小辉明一次 明夜一脸开心 顺手松开那只抓来的小墙 与此同时紧飞的宫殿内 上一集内地打翻毒药的丫鬟 正被警妃悄无声息地处理掉 第二天清晨太学府课堂内 皇亲国妻的孩子在这里上学 明夜左顾右派没有发现灰明 询问老师为什么六皇子没有上课 老夫子解释并不知情 那小子还在冷宫喝戏北风呢 怎么有资格来上学 五皇子一脸嚣张 身后几个狗腿子也应声附和 从小就学会拍马屁 明夜狠狠瞪了五皇子一眼 就是这死小子霸凌灰明 才让他长大成为暴君 起身离开教室 要把灰明也叫来上课 教室内阅声保护妹妹 又和五皇子杠上了 明夜出教室后来到学间处询问 老头表示上学需要办理手续 其实警妃早就打点过他 不许灰明上学 明夜听了立即让老头开手续 灰明再怎么说也是皇子 老头却是面露嘲笑 指责明夜就是王爷捡来的野丫头 有什么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 林学姐你好大的胆 正在此时王爷闯了进来 你有几个脑袋敢这样对我女儿说话 林老头吓得浑身冒汗 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明夜看见便宜父亲来了 也是一脸兴奋 藐视皇族可是死罪 林老头哀声求饶 王爷这才放过 警告下次再犯直接砍头 明夜让林学间赶紧办好入学手续 自己要去接六皇子 这下老头不敢拖延 立即拿出入学手册和令牌 明夜和王爷告别 领着令牌就去找六皇子 接下来又将看到未来皇帝被霸凌 如果没有明夜这个穿越者干预 灰明成为暴君你觉得正常吗 这个女孩原本是女大学生 穿越到了这个漫画世界 今天是第一次上课 可女主对这些小学课本不感兴趣 准备去找漫画中未来的皇帝 和他搞好关系 未来的皇帝叫陈灰明 这个时候还在冷宫受苦 经常受到别人的欺凌 今天又开始了 太监李安明带着一个饭盒走来 解释里面是太后的兽头 特意拿来给灰明吃 这次太监会有这么好心 怕不是有毒吧 灰明立即让他拿走 李安明露了露袖口 示意手下抓住灰明 命令灰明张开嘴巴 准备动手投胃 灰明剧烈挣扎 一脚将桃子踢飞 刚好砸在李安明脸上 死太监勃然大怒 狠狠一巴掌将灰明抽出血 用力捏住灰明的脸颊 准备强行塞进嘴巴 正在这时 太监手中的桃子变形膨胀 最后砰的一声炸的四处飞溅 恰好溅在李安明的脸上 顿时泛起浓烟 死太监捂住脸倒在地上 痛苦地打滚哀嚎 桃子怎么又炸了 灰明若有所思 难道是树上的小姐姐 上次也是他救的自己 太监脸上被烧毁龙 手下带着他去找御医 等他们走后 明也跑了进来 询问灰明有没有受伤 小灰明很开心 树上的小姐姐不停地叫着 树上的小姐姐叫得很难听 自己是晋王的女儿 父亲是当今皇上的弟 可以说是一家人 以后叫明月姐姐 两人坐在一起 明月解释自己刚刚用了胜手之力 才让桃子爆炸 叮嘱灰明不要说出去 不然就要被抓去实验解剖了 正在这时一阵咕咕声传来 灰明害羞地摸着肚子 在冷宫被警妃针对 经常三天饿酒顿 明月掏出自己特意带的大肉包 这是特意准备的 漫画原著里面灰明生活不如狗 没想到果然这样 堂堂帝国六皇子 被一个包子馋得流口水 想不到这么可爱的小灰明 长大后居然会成为暴君试杀成性 自己绝不能让小可爱变成暴君 一定要改变漫画结局 等灰明吃完包子后 明月掏出入学手册令牌 牵着他去教室上课 这也是小灰明第一次进课堂 一加二等于三 教室内老夫子正在教数学 小灰明来到课堂有些不知所措 五皇子拍桌子指着灰明大叫 冷宫来的小蟑螂有什么资格进教室 两个狗腿子也站起身狂吠 说灰明的母亲畏罪自杀 让他赶紧出去 明月听得很是生气 这两只狗还真是往人家伤口撒盐 在漫画中灰明的母亲被警妃陷害 打入冷宫被逼上吊自禁 但灰明还是六皇子 凭什么没有资格上学 明月拿出上学手册 学检已经签过字了 老夫子看了后也表示没问题 真是不知死活的丫头 敢和自己作对 五皇子看着明月又心生毒计 女孩原本是现代女大学生 意外穿越到漫画世界 还认识了漫画中未来的皇帝 遗憾的是皇帝还在冷宫受苦 明月带着小灰明来到教室上课 却被班级里的恶霸五皇子欺负 五皇子平时嚣张跋扈 身边还有狗腿子 老夫子也不敢管他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让他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当着大家的面就要打灰明 月生想上前帮忙 被两个狗腿子拉住 看来解救灰明只能靠明月了 明月指着门口大喊 皇上驾到 五皇子慌乱地一把将灰明推开 等了很久门外人影也没看见 这边明月偷偷使用火缝之力 上方灯笼上的线被火烧断 刷的一声对着下面的五皇子砸来 像个铁桶将他牢牢捆住 两个狗腿子健壮想上前帮忙 被月生和明月半倒摔在地上 灰明也悄悄来到五皇子身后 终于可以报仇了 轻轻一推 五皇子就像葫芦往外面滚去 狗腿子在后面拼命地追赶 三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五皇子终于可以消停几天 下午放学 王爷来接两人回家 皇叔安好 灰明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转身拉住明月想让他留下来 上午太监被毁容 晚上一定会来报仇 明月也回忆起漫画中太监给灰明桃子 没完成任务一定会杀回来 向王爷请求留下来陪灰明过夜 王爷摇了摇头 不放心女儿单独在冷宫 星木和月生界妹妹为难 表示愿意一起留下来 晚上明月将灰明被下毒的事 和星木都说了一遍 星木见多识广 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给灰明找一个靠山 在后宫最强的靠山莫过于太后 只要太后为灰明撑腰 就没人敢乱来 明月立即兴奋地抓住灰明的手 自己把这么重要的人物都忘记了 这时月生抱着一个大西瓜走来 还说自己在路上捡的 灰明和明月高兴地手舞足蹈 夸奖月生真厉害 只有星木手舞住脸 宫内哪能捡到西瓜 分明是从御膳房偷的 四人一边吃西瓜一边看星星 突然月生指着外面大喊 有人过来了 明月猜出一定是死太监来报复了 几人围在一起商量 决定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 门被推开 太监李安明带着手下直接闯路 经过一番搜查 太监发现草丛有异常 扒开一看 面前却是一团黑影 还有几朵绿油油的鬼火随风漂流 我死得好惨啊 灰明满脸血迹朝太监走来 有鬼啊 手下的护卫被鬼火追得慌忙逃窜 这时从暗处丢来几块西瓜皮 护卫踩中瓜皮砰的一声撞在墙上 昏死过去 太监李安明吓得浑身颤抖 腿软站不起来 假如你见到鬼火会害怕吗 这个太监半夜不睡觉来找别人麻烦 结果就看见一团黑影 还有几朵漂浮的鬼火 还有一个满脸鲜血的小孩朝他走来 有鬼啊 平时嚣张的护卫此时吓得喊妈妈 救救我 化过妆的灰明朝太监爬来 把他胆子都快吓破 腿软站不起来只能用屁股走路 突然太监感到脖子一阵发凉 伸手一摸打开发现居然是血 浑身颤抖抬头向上观望 不料一张鬼脸出现在头顶 鲜红的血液滴在太监鼻子上 吓得太监像打了鸡血拔腿就跑 大喊我是好人 四人哈哈大笑 刚刚就是他们吓唬的死太监 把太监和护卫吓走后 四人又接着商量如何让太后坐靠山 明夜表示可以用苦肉计 让锦妃教训灰明被太后撞见 自己在提灰明求情 一定能够打动太后同情心 画面来到桂华宫 太监跪在地上求饶命 解释自己刚刚遇到厉鬼 被锦妃一脚踹倒 一个小孩都搞不定 留着有什么用 李安明抱住义父的腿 解释真的看见了鬼火乱飞 血都滴在了自己脸上 老太监伸手在他鼻子上一摸 辱骂自己这个傻义子 连朱砂西红柿和鲜血都分不清 李安明摸着鲜血闻了闻 果然是西红柿味道 自己被骗了 老太监表示凭空出现鬼火 一定是有圣受之力的人 在附近帮六皇子 警妃正愁找不到借口弄死六皇子 这下终于有了 立即下令他们去抓捕灰明 冷宫灰明房间内 三人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星木趴在桌子上守夜 老太监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 星木挺身而出 询问他们闯进冷宫想干什么 老太监解释冷宫闹鬼 怀疑是有人用了圣受之力捣乱 请来赵树师检查 明夜听了冒汗 不好自己要被发现了 赵树师走上前 询问谁先接受检查 尊卑有序 就从小郡主开始吧 老太监伸手指着明夜 这下可是歪打正着 赵树师一言对明夜施展术法 眼看就要露线 辉明站出来说是自己用了圣受之力 赵树师用术法探查辉明 表示果然有圣受之力 明夜三人一脸猛逼 这摆明了是想栽赃陷害 皇上有令 所有圣受之力的人都要去做实验 就算皇子也不另外 进入实验者九死一生 到时候想弄死这个六皇子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姐姐 我走了 小辉明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明夜 进入实验就意味着死亡 辉明还是没有犹豫替明夜去了 看得好感动 上集说到女主四人装鬼吓唬太监 把太监吓跑后却引来了大麻烦 老太监带人上门 表示冷宫闹鬼 要求对所有人进行圣受之力测试 辉明为了不让明夜暴露 解释说是自己拥有圣受之力 被太监强行带走 圣受之力实验九死一生 辉明还是替明夜去了 这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 早上王爷到来 明夜和星木想让他救救辉明 可圣受实验是皇上下令的 王爷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最终明夜扑通跪在地上 还有月升和明月的求情 才让王爷改变主意 准备想办法救六皇子辉明 此时辉明被关进圣树厕 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赵树师摊牌了不装了 圣受实验根本就是幌子 辉明没有圣受之力 他也是奉命准备弄死辉明 小辉明反击一口咬在他虎口 脑袋用力撞在赵树师的下面 一阵淡碎声音传来 赵树师捂住裤裆痛苦哀嚎 门卫走进来查看情况 辉明也趁机悄悄从门后溜走 小竹林内 长庚正在悠闲地喝着茶 王爷骑马带着明也飞快朝他奔来 十万伙计需要求助 把辉明被圣树师抓走的是说了一遍 长庚身为顶尖的圣树师 只要他去鉴定就没人反对 可长庚对圣树师有很多痛苦的回忆 任明也怎么说也不愿意去 王爷摸了摸明也的头 表示自己有办法说服他 说着悄悄来到长庚的背后 一个手刀直接把他打晕 看看你的师父被我说服了吧 王爷得意地将长庚放在马屁股上 三人朝着圣树师飞速赶来 圣树师内 辉明逃跑正在被护卫抓捕 没想到还是跑进了死胡同 两个护卫步步逼近 辉明灵机一动 指着后面大声喊父皇来了 皇上驾到 二人被吓得一个机灵 低头转身趴得一下跪在地上 动作干净利落 参见皇上 刚想说话发现前面空荡荡的 我父皇没来你们两个大笨蛋 不用对着我跪了 辉明没想到刚护佑完两个护卫 转身又被别人撞倒 来人正是大反派老太监 紧飞得得力助手 这下惠明插翅难逃 圣树寺外面 王爷速度不减向里面冲来 门卫阁老远就大喊王爷下马 今天圣树寺不接待访客 王爷没有听他们废话 让明夜报警自己 白马从三米多高的大门一跃而过 不愧是大气国第一名居 两名守卫看得一脸猛逼 从没见过这种骚操作 女大学生穿越漫画世界 成为王爷的女儿 为了救未来的皇帝 骑马飞越五米高围栏 来到大殿门口 却被太监李安明拦住 李安明仗着背后有娘娘撑腰 居然敢不把王爷放在眼里 还威胁明夜的生命安全 这下把护短的王爷惹毛了 让女儿转过身 今天就要让这太监知道 鲜花为什么这样红 一个直钩拳正中李安明鼻子 死太监顿时鼻梁骨折 鲜血随风飘洒 接着直接抓住他的头发 砂锅大的拳头往脸上招呼 很快李安明就被揍成了猪头 向手下求救 护卫们脸冒冷汗 拔刀示意王爷停手 被王爷一身滚蛋下的虚汗若惊 逼着头装看不见 狗奴才还敢威胁我女儿 王爷一拳一拳发泄心中的不满 五分钟后变成猪头躺老鸭 这时马背上的长羹摔在地上被疼醒 还没来得及看清方向 就被王爷拽进圣树厮 房间内灰铭成了砧板上的肉 赵树师举起锤子就准备下手打死 千军一发之际王爷三人赶到 王爷表示信不过其他人检测六皇子 自己带来了更专业的人 赵树师看见长羹也是惊得冒汗 这可是国家一等一的术法天才 然而就在长羹要检测的时候 老太监开始出招 解释冷宫闹鬼明夜也在场 如果六皇子没有胜受之力 那就只能是明夜了 如果要重新为六皇子做检测 那明月也要接受检测 老太监的话算是彻底抓住明夜命门 自己检测那不就暴露了吗 画面回到学堂练武场 五皇子又开始作妖 借着练剑为由直接射飞月笙的帽子 要不是月笙躲得快 恐怕就要射中脑袋 冲上前想教训一顿五皇子 才猛然想起哥哥心目说的话 今天在学校上课不能打架 必须等明夜把灰明救出来 不过月笙不还手不代表五皇子不动手 这熊孩子平时就看月笙不顺眼 这下更是打得卖力 房间内老太监笑得很张狂 要想给六皇子检测 就必须明夜一起 灰明命死也不愿暴露明夜 让明夜不要管自己 万万没想到长庚直接对灰明施法检测 鉴定完毕 六皇子没有胜受之力 不幸可以找其他术师鉴定 王爷在后面紧张地握拳 这小子怎么自作主张 老太监自然知道灰明没有胜受之力 怒气冲冲叫赵树师给明夜检测 准备将王爷拉下马 只要明夜拥有胜受之力 那就必须去做实验 谁也不能阻止 长都没有理会几元的心思 直接施法也给明夜做检测 鉴定完毕 明夜也没有胜受之力 老太监一脸不可置信 让赵树师赶紧去做确认 赵树师脸冒冷汗 检查一遍又一遍 最终结果还是没有查出胜受之力 王爷这下有底气了 大骂老太监赶已下饭上 吓得老太监跪地求饶 明夜没查出胜受之力 自己再没理由威胁王爷 女大学生穿越漫画世界 还把未来的皇帝收为徒弟 今天他们要干一件大事 干成了就拥有免死金牌 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教训嚣张的五皇子 灰明装鬼脸调侃五皇子胆小鬼 一向嚣张惯了的五皇子 当然忍受不了 举起拳头就冲上来 灰明不慌不忙地 掏出一根大暴主 还点燃了影线 吓得五皇子转身就跑 恨不得生十八条腿 正是一旁的明夜 用圣受之力点的暴主 灰明将暴主砸向五皇子 爆炸声将这家伙 吓得瘫倒在地 两个狗腿子将他扶起 三人气势汹汹走来报仇 来要互相伤害呀 今天不是你死还是你死 爆竹是什么时候点燃的 两个狗腿子见机 不对脚顶抹油 接下来就轮到 这二货独自承受伤害了 在一阵炮火连天 哭爹喊鸣声中 五皇子衣服被炸成稀烂 趴在地上固头不固定 还真是大快人心 好想再玩一次 之前一直都是 五皇子用爆竹炸灰明 五皇子也抓住机会开溜 大声叫嚣要去找母亲告状 两人这才扶起被打的月升 为了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月升之前被打都没有还手 这下也算报仇了 画面回到景妃这边 正在训斥老太监 连个小孩都杀不掉 五皇子就抹着眼泪跑进来 自己被人欺负了 让妈妈报仇 当得知儿子 是被六皇子用爆竹炸的 景妃气不打一出来 一个冷宫的小子 竟敢欺负自己儿子 今天就要让他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带着一群护卫就杀向学堂 教室外面 灰明正等着景妃来找自己 果然没到五分钟 景妃就杀到 嚣张无比一来 就让灰明跪下认错 老女人老黄瓜还想让我下跪 你等一下辈子吧 灰明做鬼脸 敢说自己是老黄瓜 暴怒的景妃下令手下抓住灰明 灰明早就制定了一条逃跑路线 顺着大树向上爬 跨过围墙通过马车顺利落地 这边内院明夜三人也准备就许 三人分工合作 就等着太后出现 没多久太后的队伍就朝这边走来 灰明还没有赶到 只能让月生先去把太后拖住 月生甲装倒在路中间 解释自己饿得头晕眼花 太后听了哈哈大笑 让宫女端来糕点 足足六块蛋糕一个人吃足够了 月生一边塞蛋糕一边 看着哥哥心目 心目尴尬地摇头 灰明还没来要再拖延一点时间 月生只好对宫女说还没吃饱 没想到这个小宫女心够狠的 这下端来五十块蛋糕 接到另一边 灰明终于将景妃引来 和明夜站在一起 被护卫为的水泄不通 这时的月生已经将蛋糕全部塞下 肚子比十月孕妇还大 六岁男孩犯量惊人 刚刚吃完八块蛋糕 肚子没吃饱 又让宫女端来五十块 直到哥哥将她制止才停下进食 其实刚才月生吃东西 只是为了拖住太后 太后的车队刚走 月生就扶在墙上呕吐 这边明夜将灰明拦在身后 和景妃对峙 还说出了她的秘密 四皇子就是被她害死 这些都是在漫画原著中看到的 这恶女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景妃被揭穿心事勃然大怒 伸出手就要扇明夜巴掌 徽明挡在明夜身前 不让她欺负姐姐 被景妃一巴掌扇倒在地 而就在右方十米处 太后的车队赶到 徽明将口中的番茄咬碎吐在地上 伸手不停地抹眼泪 自己流了好多的血 明夜也大声尖叫 不好了景妃杀人了 两人的操作把一旁的景妃看待 这俩小兔崽子想倒什么鬼 什么人在皇宫喧哗 太后掀开帘布 景妃大惊失色 太后怎么来了 太后下轿询问景妃发生什么事 景妃脸貌冷汗不知道怎么回答 明夜拉过徽明 表示刚刚景妃是在打六皇子 太后听了立即质问景妃 为什么和一个孩子计较 景妃表示冤枉 六皇子没有母亲 自己刚刚是在管教室关心她 还想蒙混过关 明夜又说景妃前两天还送徽明受逃 还说是太后赏赐的 自己什么时候赏赐受逃了 太后询问景妃 景妃装可怜跪在地上 表示有人冤枉自己 让太后做主查清楚 太后点头答应将景妃打发走 自己还要去礼堂拜佛 计划成功了 明夜和徽明对视一笑 两人跪在太后面前 说有事相求 扒了弟弟的手 徽明想跟随太后学佛 太后有些诧异 这么小的年纪干嘛学佛 徽明按照明夜教的 说自己想为母亲祈福 明夜也解释弟弟在冷宫思念母妃 想祈福让母亲在极乐世界过得好一点 你这小丫头怎么懂这些 太后捏了捏明夜的脸 从电视上学的 当然这句话没有说出口 徽明表示自己思念母亲 所以和太后学佛 太后见徽明态度这么坚定 答应了这个请求 摸着小徽明的脑袋 让她以后叫自己黄奶奶 明夜看得很欣慰 有太后撑腰就没人敢加害徽明了 终于完成任务 以后自己可以安心当个逍遥郡主 明夜还没得意两秒 徽明拉着太后的手询问 姐姐很聪明可以一起学习佛法吗 明夜大惊失色 连忙摇头摆手拒绝 自己不喜欢和尚 不料太后也觉得明夜是个好苗子 让她也跟着学佛 徽明一脸开心 明夜此刻却像便秘一样难受 自己的幸福生活没了 下一集明夜和徽明长大成人 这颜值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吧 女大学生穿越漫画世界 把未来皇帝收为小弟 本以为可以安心地当个逍遥小郡主 却没想到被太后看中 待在身边送经念符 早上五点起床 跟着老和尚参禅打坐 打完坐还要用毛笔抄写经文 下午接着劈柴劳动 一刻也不能闲着 一天下来人都累得虚脱 这样的生活过了九年 九年后 小徽明成了翩翩公子 明夜也成了窈窕淑女 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睡懒觉 徽明经常早起翻墙来 叫明夜去念佛 只是偷偷地欣赏没有叫醒 到时间的丫鬟才端着脸盆 走进房间 给明夜梳妆打扮 这样的作戏规律坚持了九年 想到又要打坐念经 明夜还是止不住地头疼 花园凉亭内 徽明向王爷打招呼 王爷眉毛竖起 询问他从哪冒出来的 徽明指了指天上 郁闷的王爷一把揪住 徽明一脸 警告以后不准翻墙进王府 徽明立即表示 下次一定敲门 你们两个在干嘛 打扮后的明夜走了出来 徽明趁机一把推开王爷 屁颠屁颠向明夜跑来 王爷在身后气得垂胸顿足 这臭小子太没礼貌 明夜用手比划比划 才发现弟弟比自己高这么多了 两人向王爷告别 又要去寺庙做今天的功课 王爷叹了口气 难道自己种的白菜要被猪拱吗 这两个小娃娃 怎么一下长这么大了 脑海中还是他们小时候的样子 怎么心中有种失落感 明夜二人一边聊天一边赶路 桥上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一辆装货的马车朝下面滚来 下方一个小女孩没有意识到危险 任凭马夫叫喊也听不见 徽明听见声音快速朝女孩飞去 明夜也施展胜受之力熔断车轮毂 很快车轮轴被烧断 马车借着惯性依旧向下冲来 关键时刻 徽明将发呆的小女孩抱走 马车扑通掉进水里 小女孩也成功救下 小屁还没心没肺 拉着徽明的手说叔叔好厉害 让徽明一天的好心情都没了 自己才16岁 现在的小屁还乱叫人 正在这时前方传来一阵中鼓声 明夜脸上冒汗 完蛋了要迟到了 黄奶奶生气后果很严重 徽明一把将明夜抱起 来不及赶路只能从上面走 抱着明夜在房顶上施展轻功飞跃 没到半分钟顺利到达万寿宫后院 明夜四处张望 还好老祖宗没有看见 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身后突然传来太后的声音 询问两人为什么迟到 九年过去 太后已经明显地苍老 徽明解释是自己睡晚了 不关姐姐的事 总不好说自己看着明夜睡觉 看了半小时吧 明夜却是笑着给太后捏肩膀 解释刚刚是为了救小女孩 所以来晚了 太后还是像以前一样捏明夜的脸 丫头从小就伶牙俐齿 然而今天太后并没有给两人讲佛法 两个小孩陪伴了自己九年时间 现在也长大了 这九年时间太后过得很快乐 其实也是保护了两人九年 要不然怎么斗得过后宫妃子 太后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 一边说话一边咳嗽 叮嘱两人以后好好保护自己 不用再来佛堂了 明夜也明白太后的意思 表示一定帮回明英下皇位 现代女孩穿越到漫画世界 准备帮弟弟登上皇位 目前有三个太子竞争对手 三皇子陈燕昭常年带兵打仗 他的背后有军队支持 第二个就是五皇子陈岳瑞 身后有母亲皇贵妃 最关键的是太监势力站在他那边 第三个就是弟弟六皇子 勉强算一个竞争者 身后没有势力 太后年是以高一心向佛 和前面两位竞争没有丝毫胜算 辉明表示很简单 只要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自己就能成为皇帝 在原著漫画中 辉明就是把三皇子和五皇子都杀了 自己才夺得皇位 最终成为一代暴君 弑杀成性滥杀无辜 明夜穿越近漫画的目的 就是阻止辉明成为暴君 坚决打消弟弟有这种杀戮的思想 用脑袋将他敲写 表示以后再敢随意说杀人 一忙解释以后不敢了 心疼地给明夜治疗大包 其实除了太监和军队 还有一个势力那就是内阁 内阁大臣一直以来都看不惯太监势力 也反对军队连年作战 消耗国库财产 让农民过得艰难 只要争取到内阁首领元桥大人的支持 就有希望取得皇位 明夜在仔细地分析 辉明却在犯花痴 姐姐懂得真多 姐姐好厉害 姐姐真好看 今天狩猎大会开启 是皇帝对闺明和五皇子的考验 谁打的猎物多 谁就和三皇子争夺太子位置 辉明和明夜策马奔腾 去寻找猎物多的地方 来到一处偏僻树林 明夜施展圣兽之力 一只灰狼出现在眼前 像是现代红外线夜市影 向辉明提示 前方120米灌木丛里 有一只灰狼 辉明立即抓起石头往方向扔去 急速地破空声传来 下一秒丛林传来一阵哀嚎 大灰狼躺在血泊中 第一只猎物到手 有了明夜的外挂提醒 辉明一打一个准 没想到明夜根据圣兽之力 来到一处山洞 却突然传来一声震耳的怒吼 一只身高三米七的棕熊朝他扑来 单单熊掌就比明夜的腰还粗 这要一巴掌下去 脑袋立马成西瓜枝 突然一道身影从棕熊面前闪过 棕熊轰的一声 倒在地上领了盒饭 敢欺负我姐姐要你的狗面 辉明很臭皮 明夜脸冒冷汗地招呼他过去 用毛巾给辉明擦干净血迹 要不然黄奶奶看见又要唠叨了 两个小时后 打到的猎物已经装满了一马车 这次比赛冠军拿定了 比赛另一方的五皇子 此时却还在守住带兔 一只猎物没打到 准备想办法从辉明手中抢猎物 还从老太监那里借来了一个超级高手 自古太监武功高 这个蒙面太监也不例外 仅仅凭眼神就让两个狗腿子冷汗直流 五皇子让太监去把辉明打断腿 和两名狗腿子去接收现成的猎物 上集说到穿越女主参加狩猎比赛 被一只身高五米的巨型棕熊袭击 千军一发之际弟弟辉明赶到 将棕熊斩于剑下 两人将打到的猎物全部装上马车 准备去交差拿下比赛冠军 却没想到被人偷袭 有人背后放冷剑 辉明听声变位 抱过明夜将弩剑击飞 大马受到惊吓仰天一声嘶鸣 带着满车的猎物夺落而逃 放冷剑的黑手也站了出来阻止二人 正是上一集五皇子请来的杀手 一个非常厉害的太监 明夜看出这人身上带着煞气 是个狠角色 提醒辉明小心 杀手没有废话直接动手 两人你来我往瞬间交手五十招 最终杀手抓住机会一个登天步 将辉明击落摔在地上 杀手乘胜追击 冲天而起响一刀解决辉明 关键时刻一只飞剑将杀手挡住 射箭的人正是在观战的明夜 连续射出几剑将杀手逼退 来到辉明身旁查看有没有受伤 辉明笑着说没事 站起身眼神逐渐变得冷漠 这臭虫害的自己在姐姐面前丢人 让明夜去追马车 这里自己一个人能够搞定 这边白马还在尽情地肆意奔跑 被五皇子的手下胖子拦住 三人看着一马车的猎物很满意 做着比赛冠军的美梦 就在几人要去交差时 一只利剑射在三人面前 明夜一脸笑意 感谢他们帮自己拦住马车 五皇子脸皮比城墙还厚 狡辩着马车的猎物是自己杀的 两个狗腿子也应声附和 让明夜叫马一声 看马会不会答应 从小到达认识了十年 明夜没想到这三人 还是这么厚颜无耻 画面回到辉明这边 两人持剑对质 杀手没想到辉明会让明夜离开 没有弓箭辅助这小子死定了 辉明听了哈哈大笑 表示该死的人是杀手 自己之所以把姐姐支开 是不想在姐姐面前杀人 要不然能留你到现在 姐姐没再不用装了 你这娄一般的杀手该领盒饭了 癩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杀手准备解决这个狂妄的小子 两人手持利剑再次交战在一起 双方位置交叉而过 太 太强了 杀手身体颤抖不止 原来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不甘心啊 说完倒地领盒饭 怎么才来一个人 杀得真不尽心 辉明看着手中的剑一脸满足 从剑身看见自己脸上的血迹 让辉明一个机灵 回想起明夜给自己擦拭血字的情景 说以后不能有煞气 辉明顿时吓得急忙擦脸 不能被姐姐看见 要不然又该教训自己了 女大学生穿越漫画世界 和弟弟参加狩猎比赛 两人分工合作 将附近的猎物都洗劫一空 刚准备去教猎物 却被蒙面杀手拦住 猎物也被竞争对手五皇子偷窃 想占为己有 看见只有明夜一个人追来 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 和两个狗腿子摩拳擦掌 打算群殴女主 明夜也没闲着 施展胜兽之力给他们一点教训 五皇子头顶大树的枝干被火刃切割 啪的一声断裂朝他砸来 五皇子很幸运地被砸出隔夜响 明夜牵着马车猎物就走 这个蠢货还想和自己动 五皇子气得垂地 让两个狗腿子把树摸开 两人使出吃奶的竞搬起大树 眼看五皇子就要爬出来 解决完杀手的灰明落在木头上 询问两人看见自己姐姐了吗 两名狗腿子累得脸色铁青 很重啊看见你姐 我还看见你妹 姐姐在那里 灰明踩中树干借力飞走 两名狗腿子再也承受不住重量 看着五皇子被二次伤害 狩猎大厅内 所有官员都来向皇上汇报比赛情况 本次比赛的冠军是宁王殿下 收获的猎物总共37头 宁王正是灰明 被宣布上前面见皇帝 大宣帝国皇帝名叫陈元晴 对灰明获得冠军感觉很意外 询问需要什么赏赐自己都可以满足 灰明姐是什么宝物都不要 只想皇帝赐婚 自己想和明夜姐姐成为夫妻 希望皇上能够做主 明夜尴尬得连比猴子屁股还红 这白痴弟弟又发什么神经 王爷立即上前阻止 明夜和灰明是唐姐弟 这要是结婚像什么样子 自己和明月姐姐没有血缘关系 灰明笑得贼兮兮 没有血缘也不行 她就是你的唐姐 再提这件事别怪做叔叔的动手 你动手我也要娶明月姐姐 灰明王八痴趁妥铁了心 把王爷气得咬牙切齿 真后悔小时候没把这儿愣子丢水里淹死 明夜一脸尴尬地将二人分开 表示皇上还看着呢 皇帝没有怪罪 一个亲弟弟一个亲儿子 没想到为了这件事争吵 明夜解释现在边境战争紧张 不是时候谈论私情 应当以国家大事为重 让皇上收回赐婚的请求 说完死亡凝视惠明 惠明连忙认错 姐姐说的有道理 没想到郡主这么声名大义 内阁大臣心里很满意 皇帝见问题得到解决 鼓励邀请大家喝一杯 正在这时一名管家慌忙跑了进来 大事不好了 太后娘娘升天了 所有人都一脸震惊 大宣帝国十八年 皇太后逝世 享年七十二 老祖宗就这样走了吗 明夜忍不住地流眼泪 九年来日夜相处 感情就像亲奶奶一样 树与静而风不止 希望所有人都能善待家中老人 趁他们还在 多陪伴他们人生最后一程 上集说到老太后嫁和西去 女主伤心欲绝 以后再也看不见奶奶的英容样貌了 然而景妃却开心地喝起了酒 以后在后宫再也没人能管她 在老太监的建议下 又出了一个阴谋诡计 自己国家和东齐常年打仗 现在都不想打了 双方打算和谈 条件就是个派一名皇子当人质 没有了太后保护 辉明就自然成了那个替罪洋人选 明夜见辉明想抗制不去当人质 只好答应陪她一起去 王爷得知女儿要去东齐送死 气得心脏病差点发作 辉明拍着胸脯喊王爷叫父亲 表示自己会保护好姐姐 被王爷一脚踹飞 滚蛋 我不是你父亲 别想拐骗我女儿 月生抓住辉明的肩膀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当我妹夫 我们本来就是堂兄弟啊 辉明的回答让月生无言以对 最后在明夜的再三保证哀求下 王爷同意他去东齐 但是必须半年回来一次 就这样七天后 明夜和辉明踏上了去东齐的征程 突然一阵求救声传入两人耳中 不远处几名土匪拦住一辆马车 两名车夫已经被杀害 只留下一名少女下的瘫坐在地 少女名叫梁清浅 是大七国四公主 土匪不光杀人劫财 显然脸色也不想放过 光头和尚让四公主乖乖跟她回家 当个压寨夫人 四公主掏出刀架在脖子上 自己就算死也不能被他们侮辱 正在这时匕首突然诡异地通红 太烫手被四公主扔掉 土匪也趁机抓住四公主 正想要一亲方泽 被一只四十八马的大脚踹飞 辉明宛如盖世英雄从天而降 脚踩七色彩虹 伟岸的身影深深映入四公主心底 哪来的小子敢坏我们好事 知道爷爷跟谁混的吗 花和尚大声威胁辉明 你跟陈浩南混得也不能欺负女人 明宴不屑地回应 把花和尚看得色心大气 明宴英姿飒爽适合她的口味 不像那位公主像的鸡爪子 自己像鸡爪子 四公主愤怒地捡起匕首就想给她一刀 挥明宴粗意大气 死兔驴今天把你眼珠挖出来 刚要动手就被明宴拦住 表示这和尚自己要亲自动手 淡定地对兔驴伸出一根手指 一招没打败和尚就算自己输 随你任意处置 花和尚春心荡漾 解释识招自己也不在乎 明宴向四公主借过匕首 飞身上前举起匕首就朝她大脑袋砍来 花和尚毫不在意地提刀格挡 另一只手还挖鼻孔调侃 真以为自己一招有这么简单 明宴施展火凤之力 下一秒突驴的刀被烧断 匕首继续朝着大光头劈来 花和尚的脑袋立即被划开 鲜血喷涌而出 跪在地上用手死死捂住伤口 要死了血流完了 你输了呦 小土匪真是色胆包天 竟敢打劫当朝四公主 穿越女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一刀就将土匪和尚的大脑袋砍破 跪在地上作衣求饶 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模样 这边辉明也修理了另外两个土匪 这模样估计她爸妈也认不出来 没多久公主的护卫就赶到 将几个土匪押去衙门 四公主得知辉明是大宣国皇子 是来和自己国家谈结盟的 立即毛遂自荐要带路 刚好自己也回皇宫 明夜为了身份不暴露伪造了档案 现在是女官萧盼侠 没多久三人就来到大齐的燕京城 四公主介绍当地的名店香宝斋 拉着明夜去里面挑选胭脂香粉 看来女人爱美在哪里都一个样 辉明笑嘻嘻地在外面守门 当门关闭的刹那 辉明立即变得杀气腾腾 让暗处的杀手都出来 话音刚落五个蒙面杀手现身 刀枪棍剑拿的兵器五花八门 这五人正是老太监派出的顶尖杀手 准备将辉明杀死在东七国 房间那四公主买了一堆香囊 见明夜没有选 给她送了一个草莓味的 两人打开门走出来 就看见辉明在擦汗 身上还有一股怪怪的气味 辉明脸冒冷汗 这鸡爪子鼻子属狗的吗 要被姐姐发现就麻烦了 从她手里拿过一个香囊掩盖气味 其实刚刚辉明经过一番大战 五个杀手尸体被抛在房顶 没多久七国皇宫老太监就收到信鸽 刺杀失败 五人全部阵亡 老太监愤怒地拍桌子 必须在东七处掉六皇子 第二天三人来到东七皇宫的太武门 前来迎接的是二皇子梁尊 明夜看见梁尊就冒冷汗 为什么会是这个人 在原著漫画中 辉明成为暴君就带兵攻打东七 还砍了梁尊脑袋 这两人是死敌 梁尊看见明夜脸上冒汗 也走上前调戏 被解控的辉明一把推开 离我姐姐原点 让心胸狭隘的梁尊顿时记恨上了二人 慧客宴上举杯邀请所有人敬酒 明夜一口下去就小脸通红 味道太重受不了 梁尊见状立即端着杯子让明夜拿着 等明夜接过后 又表示按照大旗的规矩 接过主人的杯子 就必须一滴不胜地喝完 辉明想上前帮明夜喝 却被梁尊阻止 还愤怒地给了辉明一拳 辉明为了两国和平没有还手 不料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 梁尊还想继续动手 被辉明捏住拳头 警告他见好就收 不然自己就要还手了 梁尊从小到大也是一向嚣张 抽出侍卫的配刀就要杀辉明 明夜再也忍受不住他的无礼 掏出匕首架他脖子上 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女大学生穿越到漫画世界 因为得罪了东齐帝国二皇子梁尊 被安排住在四面漏风的破房子内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可辉明刚把房间打扫干净 才发现只有一张床 两个人怎么睡 辉明兴奋地脸色羞红 刚想说两个人可以挤挤 四公主就闯了进来 虽然房子是豪华了点 但两人分开 这让辉明内心很不爽 诅咒四公主鸡爪子坏自己好事 第二天梁尊为了打压辉明和明夜 抓来一名大宣国的强盗 指桑骂怀地说大宣国的人道德败坏 威逼强盗说大宣国的坏话 抬高自己大弃国 梁姐弟看得无语 这样的低级手段能让他很有成就感吗 明夜立即反驳 堂堂御林军跑去边境抓一个小土匪 大弃国是没人了吗 还是御林军擅离职守 见到皇帝自己会问得清楚 梁尊气急败坏 让手下把土匪压下去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邀请两人和自己大内高手比武 辉明在大宣国是皇子 地位和梁尊相等不好出手 只好由明夜代劳 见识一下大弃国的高手 擂台上一位身高两米的壮汉练住 八块腹肌很有压迫感 朝明夜招了招手 大宣国的小鸡仔上来挨打 梁尊示意明夜可以开始了 被辉明拦住 解释自己有话要说 大气国的御林军连衣服也穿不起吗 这叫什么 这叫伤踪败俗 山里的猴子就这样不穿衣服 说得几人无语 但还是有效果的 御林军穿上了衣服进行比武 随着比赛开始 壮汉摆出进攻姿势 明夜运用起胜兽之力 这场比赛自己要赢得巧妙 又不能伤了两国脸面 壮汉却没有那么多顾虑 长棍武的虎虎生风 招招用尽全力击打明夜 地板都要被他砸坏 明夜一边施展胜兽之力 一边摇摆闪躲 50招后时机成熟 明夜故意露出破绽 壮汉也抓住机会 高举木棍向明夜抽来 明夜嘴里默念一遍火风之力 壮汉前方顿时冒出阵阵红烟 下一秒整个人掉进坑里 还举着木棍一脸猛逼 明夜用木剑将他的长棍挑飞 对着壮汉咧嘴一笑 这场比赛自己赢了 壮汉气得垂胸顿足 狡辩这是地面的问题 还想再来一遍 但输了就是输了 梁尊脸皮在后也不好意思在比武 这边刚比完舞 四公主就拉着明夜去逛街 拍着胸脯说自己买东西砍价最厉害 大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为了证明自己是大七国第一砍价高手 四公主选好了目标 拿起一把扇子询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解释扇子是纯手工制作 用料是上等的丝线 只要500文钱 一把扇子卖这么贵 这把扇子和自己的衣服很大 四公主表示最多五文钱 小女孩拍着胸脯说自己是七国第一砍价高手 拿起扇子就询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介绍扇子纯手工制作面料高端 只需500文 小女孩直接把价格砍到外婆家 说自己最多出五文钱 明夜和辉明天的冒汗 这确定是砍价吗 怎么感觉像找抽 老板有点生气 看在女孩年纪小的份上让她离开 别耽误自己做生意 这扇子就值这个价钱 你爱卖不卖 小女孩毫不退啊 五文钱的东西 老板不要这么小气吗 店老板刚想发火 下一秒就被吓得头发竖起 两个护卫在后面拔刀威胁 还有侍女举着当朝四公主的牌子 老板欲哭无泪 就当自己被狗咬了一口 惹不起让四公主赶紧走 四公主还是诚信地给了五文钱 明夜和辉明看得目瞪狗呆 这砍价比抢劫还侮辱人 四公主举着扇子一脸开心 仿佛打了胜仗的大攻击 一旁的侍女来到明月身后 让她不要说出去 没人注意辉明带着四公主离开 让她去给自己砍价 四月又白干了 突然一个钱包送到她面前 侍女解释这是刚刚公主买扇子的钱 放在店老板手里 说刚刚公主只是开玩笑 不会占人便宜的 老板这才敢安心地收下钱贷 原来每次四公主砍完架 侍女都会暗地里把钱不给老板 四公主从小无忧无虑 皇帝和众位皇子都对她百依百顺 所以她不懂得人情世故 侍女说着说着才发现四公主不见了 护卫也急得冒汗 要是出了差错二皇子会杀了他们 惠明赶了回来 要是四公主去给自己砍价了 太热情拦不住 众人大惊失色 让她一个人去买东西会被人打的 恨不得伸八条腿跑去寻找四公主 无奈几人找遍大街小巷 还是没有找到人 只能跑回来告诉二皇子 二皇子勃然大怒 召来京城的金兆颖前来查案 金兆颖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首都市长 经过她的一番分析 最近失踪的都是女孩 恐怕是遇到了采花大盗 二皇子愤怒地揪住金兆颖 就想杀了她解气 正在这时明夜站出来解围 要是可以将采花大盗引蛇出洞 梁尊听了连连点头 明夜长得不错又有武功 这个办法不错 辉明见状立即拒绝 怎么能让姐姐冒险 被占便宜了怎么办 毛遂自荐由自己女装引出采花贼 当然两个女装引出采花贼几率更大 说完邪恶地看着梁尊 晚上两名窈窕淑女走在昏暗的街道 手拿姚扇迎风摆腰 正是女装大佬辉明和二皇子梁尊 采花贼能上当吗 传说中的采花大盗 没注意到身后一个人影在悄悄靠近 两位美人好兴致呀 大盗一副色咪咪的模样 摸着下巴点凭两人的走路姿势 直接说出两人是女装大佬 辉明和梁尊一脸郁闷 这么快就露线了 两人转身对着大盗一顿输出 质问他是不是采花大盗 大盗摸着两人的肩膀 解释自己确实是出来采花 但喜欢的是像两位这样的死人妖 二人怒气直冲脑门 对着大盗就是一顿拳脚输出 躲在暗处的明夜急得冒汗 叫两人快询问四公主的下落 姑娘晚上一个人睡不着吗 一道黑影来到明夜身后 黑影名叫吉安 是玄武圣兽之子 开口就忽悠请明夜去吃麻辣汤 明夜意识到这人就是最近的采花大盗 转头看了眼两位女装伙伴 两人还在教训流浪汉出气 看来只能靠自己抓住采花大盗 吉安见明夜不愿去吃麻辣汤 立即动手先发制人 玄武之力化作水炮将明夜包裹 让明夜施展不出火风之力 就连呼吸也被水炮隔绝 最终晕倒被吉安抱在手中 吉安没开眼笑 感叹今天运气真不错 抓住两条大鱼 抱住明夜几个飞跃闪身离去 这边还在殴打流浪汉的灰民察觉到异常 跑来查看明夜已经消失不见 地上只留下一滩水渍 还有一把明夜用来防身的匕首 灰民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被人掏了老巢 两人来到那名半死的流浪汉面前逼问 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哪个彩花大盗 流浪汉立马说在出城东码头 最近出现一个拐卖少女的飞贼 城东九曲码头 这里停靠了很多大型船只 其中的一个船舱内 有很多蒙面少女被绑架 明夜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手被绳子捆住 立即施展火凤之力将绳子烧断 没想到这次阴沟里翻船 连圣兽之力还没用就被敌人拿下 下次不能再这么粗心大意 船舱内的其他女孩都在呜呜哭泣 明夜站起身四处寻找四公主的身影 终于在角落找到 正打呼噜睡得很香 明夜用火凤之力把她的绳子烧断 四公主醒来还一脸猛逼 询问明夜是来找自己逛街的吗 明夜刚解释清楚大家遇到绑匪 门外就传来脚步声 四公主听见绑匪来了一脸兴奋 表示要让明夜看自己的厉害 门口走进一个扛着大砍刀的劫匪 一进房间就看见一个小女孩醒了 还双手抱胸瞪着自己 是自己没有绑紧绳子吗 这小屁孩怎么解开的 四公主大声嚷嚷叫她闭嘴 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可是大气国四公主 你们小土匪吃了豹子打了敢绑架公主 还不磕头赔罪把我放了 大气国尊贵的四公主被土匪绑架 四公主拍着胸脯介绍自己的身份 让小土匪快放了自己 然而迎接她的只有土匪的大砍刀 土匪一脸不屑 表示把公主堕了扔进海里喂鱼 谁能发现自己做的 四公主捏住砍刀哈哈大笑 自己可是公主 借她十个胆子也不敢动手 还指着土匪挑衅 不敢动手就是小王八蛋 躺在地上的明夜脸冒冷汗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九年前自己和二哥遇到土匪打劫 二哥跃生就是仗着小王子的身份 威胁土匪磕头放了自己 没想到现在四公主也这样 看情况比二哥还缺根筋 果然土匪听见四公主的挑衅 举起大砍刀就想动手 明夜不再隐藏 施展火凤之力攻向土匪 土匪被火球击飞生死不宁 四公主来到她面前调侃挑衅 不是要扛我妈你怎么躺下了 就知道你不敢动手 用小短腿踢土匪肚子 明夜急忙上前制止 让公主带着其他女孩赶紧离开 等一下采花大盗就要回来了 听说还有更厉害的采花大盗 四公主拍着凶途说自己可以解决她 明夜脸貌虚汗没有柴穿 找个借口让她先离开 被解救的少女都一轰而散 这一切被房顶上的采花大盗急安看见 施展玄武之力就想把所有人困住 正在证实一支利剑把她打断 射箭的正是明夜 上次被她偷袭 这次决定和她好好打一场 急安对明夜的弓箭扑斥大笑 这种小玩具怎么和自己胜兽之力对抗 下一秒明夜施展火凤之力 周围被火焰环绕 急安没想到明夜也是胜兽之子 不过自己的水刚好克制明夜的火 让明夜不要做无用的抵抗 明夜没有和她废话 火焰化作根根利剑朝她射去 急安也用玄武之力给自己做了个水球 火箭射在水球上激起点点水花 不能突破防御 尽管明夜疯狂连射了十分钟 急安的水球依旧稳如泰山 看来水克火没那么简单突破 这边急安也抓住机会反击 水化作兵舰射向明夜 明夜施展轻弓飞身躲闪 不料落下是地面结冰 没有溜冰鞋的她摔了老腰 急安再次发力 冰块将明夜四肢冻结 举起一根冰刃就要送明夜领盒饭 明夜也没闲着再次施展火凤之力 船上的旗杆被烧断朝急安砸来 趁急安没注意正破冰块的束缚 施展火凤之力将急安打飞 偷袭成功 被火凤之力击中内部 这下彩花大盗终于重伤 正在这时船头的四公主举着船桨欢呼 原来刚刚她并没有跟随其他女孩逃走 还想教训彩花贼 明夜大声制止让她别过来 急安只是受伤还有危险 话音刚落一只兵剑射中明夜大腿 明夜疼痛地跪倒在地 女主要领盒饭了吗 女主和一群小姐姐被彩花大盗绑架 将所有人解救后 明夜和彩花大盗又干了一家 结果被偷袭 人也再次被彩花大盗困住 久去码头港口 辉明和二皇子带着士兵赶来 从刚刚被解救的小姐姐口中得到信息 明夜和四公主还在船上 此时船距离港口已有数百米远 二皇子让手下赶紧去调来船只 辉明却在压腿做热身运动 等士兵找来船只黄花菜都凉了 在二皇子惊呆的目光中冲天而起 施展轻弓降落在一块木板上 运用魅力推动木板朝着船只追去 好厉害的轻弓 出海不用船拳靠浪 护卫惊叹感慨 被小心眼的二皇子直接骂走 此时船上明月正在被吉安殴打 直接用玄武之力铭结冰锥 打算彻底解决明月 做成冰雕放在家里天天把玩 船上的四公主趁机一脚踢在她下体 顿时鸡蛋破壳声响起 吉安虽然疼痛但并不致命 反手一拳将四公主打飞吐血 四公主落地便陷入昏迷 就在吉安要再次对明月冰冻时 辉明终于赶到 一掌将明月身上的冰块打碎 明月躺在辉明怀里 没说几句话就昏睡过去 辉明安抚好明月彻底黑化 询问吉安准备好棺材了吗 吉安对辉明的话不屑一顾 一个凡人还想和自己胜兽之子斗 胜兽之力化作冰绳想困住辉明 辉明左右闪躲急速走位 让冰绳追不上车尾灯 圣兽之力化作冰锥射向辉明 辉明不闪不躲进直冲向吉安 任由冰锥刺破身体 就在长剑刚刚要刺中吉安时 辉明肚子也被巨大冰锥刺了透心凉 鲜血直流连剑也掉在地上 还好搞定了 吉安擦了擦汗 从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疯子 没想到几乎死亡的辉明突然抓住他的手 左手抓住冰刃将身体拔出 询问吉安准备好受死了吗 一拳将他打飞中伤吐血 身体掉入海中生死不明 辉明捂住伤口来到明夜身旁 与此同时四公主也逐渐清醒 迷迷糊糊地看见一个身影走向明夜 以为是彩花大道要对明夜做坏事 举起船桨就朝辉明偷袭 砰的一身辉明脑袋鼓起大包 人陷入昏迷 四公主这才看清自己打的人是辉明 跪在地上哀求辉明不要死 自己不是故意的 下次一定看清楚再打 上集说到男主被彩花大道刺穿身体 凭着毅力将大道击飞大海 拖着身体来到明夜面前查看情况 万万没想到四公主竟是掩认错人 一船讲下来辉明脑袋肿起大包 四公主趴在辉明身上 哀求她不要死 没看见我在流血吗 不要压着我了 辉明愤怒地大喊 这时二皇子的小船终于赶到 一上船就抓住四公主左看右看 询问有没有受伤 把辉明看得骂骂咧咧 这对兄妹都是缺心眼 另一边彩花大道急安爬上岸并没有死 目露凶光打算先养好伤 再去杀了辉明和明夜报仇 突然一道身影来到她面前 来源是悬影组织的悬凤和清宗 和吉安同属于一个势力 但是今天吉安不仅把到手的少女丢了 还被一个凡人打成重伤 清宗丢下一把匕首 让吉安自裁 吉安当然不愿意束手待毙 拿着匕首就要反杀 清宗似乎早有准备 对着前方伸出手掌 下一秒从地上长出树根蔓条 蔓条上还带着毒刺 将吉安捆绑得严严实实 吉安惊恐地求饶 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杀意 玄凤用手指点在她额头 下一秒吉安脸上长起恶心的脓包 玄凤和清宗转身离开 这边吉安身体被蒸发 只剩下一件衣服 第二天辉明一睁开眼 就看见四公主在床头盯着自己看 辉明询问姐姐明夜怎么样了 四公主表示不用担心 有自己二哥在那边照顾 辉明脑海中立即浮现两人的情景 惊恐地捂住脑袋 死梁尊你给我住手 强忍住疼痛就要去阻止二人 推开门发现两人只是坐着聊天 辉明还是抓住梁尊的手拉走 不许和姐姐待在一起 明夜和辉明两人就这样在七国待了下来 一个月后七国皇帝梁却召见辉明两人 拍着辉明的肩膀越看越满意 开门见山说要把四公主嫁给辉明 还说自己半个月前就通知了辉明父亲 圣旨这两天就能到 辉明和明夜回到住所 商量跑路的事情 自己心里就明夜一个人 哪能和其他女人结婚 两人正在拉扯 不料门口走来一人 正是大哥心目 心目解释自己其实也不想来七国 无奈被父亲逼得没有办法 写字的时候在耳边唠叨 吃饭的时候也像念经 家门不信儿子不孝 连自己的妹妹都不关心 两人脸上冒汗 没想到杀神王爷能干出这种事 接着心目向辉明道喜 和婚的圣旨马上就到 自己抢先一步来到大旗 太监带着圣旨也快到了 只要圣旨一到 那会名娶四公主就跑不掉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圣旨杀太监